19分马上来关心 昨天晚上发生的马航编号 17号班机坠毁事件呢 目前根据马来西亚总理 在凌晨4点多的记者会 以及稍早之前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说法 都指向了这台飞机 是在高空中遭到飞弹击落 坠毁在乌克兰俄罗斯的边境 而机上的罹难人数 也往上修整到298人 全部罹难 马航也证实飞机上有过半 就是154名乘客是属于荷兰籍的 同时没有台湾籍的旅客 现在的最新状况如何 我们立刻临线国际中心记者 冯一超 一超 好的主播 针对马来西亚航空最驾 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 波音机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边境处 被击落了这个事件 根据附近目击者的表示 他们有拍摄到飞机在高空中爆炸以后 最低起火燃烧的画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架飞机在最回忆前 没有发出任何的求救讯号 而且在最回忆前就已经爆炸 所以乌克兰政府就是因为 根据这一点来指控 这是亲俄的俄罗斯民兵发射飞弹 来击落马航班机的 现在马来西亚的总理 跟美国的副总统拜登 都已经证实了 飞机的确是遭到击落的 上面的机会已经全部罹难 最新的消息是说 机上的罹难人数已经从295个人 上修到298个人 其中有过半数是荷兰籍 另外其他的就是澳洲籍 跟马来西亚的旅客 另外美国的情报单位也有显示 这起攻击应该是由地对空飞弹来造成的 根据现场的画面 还有纽约时报的研判 虽然机体散落在各地 但是有一些罹难者的遗体 还是很完整 这显示 班机在坠毁以前 曾经试图进行控制降落的动作 可惜还是来不及了 现在包括荷兰 还有法国等多家的航空公司 已经宣布 将会避开飞进乌克兰东部的危险领空 但是这个令人遗憾的是 马来西亚航空在三月份的时候 才发生了客机失踪的离奇空难 而且机型跟这一次的马航17班机 同样都是波音的777 现在马来西亚的总理 已经在今天凌晨4点钟召开记者会 他重申马来西亚政府 一定会尽全力找出失事的原因 而且他要求一定要让犯罪的人 接受法律的制裁 而这件事情也让整个乌克兰 这个区域内的紧张情绪大幅升高 美国的股市也连带受到影响 包括道琼标准普尔全部都大涨 全部都大跌对不起 然后国际的油价也因此的上涨一块多 每一桶来到了103块美元 以上就是马来西亚航空 这个被击落最新的发展 现在这张时间还给同类 好 谢谢宜超掌握的完整讯息 接着我们就来看